无助生活 真正的自在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我们的心每天住在哪里 现代生活包罗万象 许多人不断切换生活的角色和频道 执着于六成 色 生 香 味 畜 阿 每天患得患失 不是喜欢各种美色 就是只取各种声音 各种味道 以假为真 以无为有 以慧为尽 被自己的 别人的各种妄念 生活的 世界的各种假象迷惑 产生颠倒梦想 我们每个人虽然都只有一个肉团心 但是有情众生生活在妄念里 心住在五欲六成里 心若有助 就不安全 不稳定 色生香味触法都会变 声音说了就没有了 都不是你的 如果不入 不住 超越 要住在哪里 住于波瑞 这是另外一个超越的世界 甚至 在那一个世界里 你一样 可以在色生香味触法里 感到自在 因为 人在世间要生活 有家庭 有儿女 一样可以有大修行 就如 为摩羯居士 虽处居家 不着三进 事有妻子 常修犯恨 佛陀不是成佛了 就不吃饭 成佛了 就不要世界 他一样要过世间的生活 佛陀一样会生气 也会骂人 不过 他生气 骂人 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如佛陀常训诫弟子 不知苦恼 愚痴 非人 我认为 这就是骂人 但骂得很艺术 不刻薄 我们一生气 情绪就有很大的波斗 佛陀生气 是不住在情绪里的 例如 佛陀教训 罗侯罗 看起来很严肃 却是出于度化 所以说 不住在情绪里 不受情绪摆布 虚菩提 余意云合 如来有肉眼布 如是 世尊 如来有肉眼 虚菩提 余意云合 如来有天眼布 如是 世尊 如来有天眼 虚菩提 虚菩提 余意云合 如来有法眼布 如是 世尊 如来有慧眼 虚菩提 余意云合 如来有法眼布 如是 世尊 如来有法眼 虚菩提 余意云合 如来有佛眼布 如是世尊 如来有佛言 虚菩提 于一云合 如恒河中所有沙 佛说是沙布 如是世尊 如来说是沙 虚菩提 于一云合 如一恒河中所有沙 有如是沙等恒河 是诸恒河所有沙树 佛世界如是 名为多部 甚多世尊 佛告虚菩提 而所国土中 所有众生若干种心 如来惜之 何以故 如来说诸心 皆为废心 是名为心 所以者何 虚菩提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佛陀透过 恒河的沙树 比喻众生的心 不可计量 因为佛言 可设一切眼 在诸佛世界中的 一切众生 所有种种不同的心 佛也是完全知晓的 为什么呢 大乘起信论说 一心开二门 众生与佛 本具统一心性 但因为无名妄动 而有生柱易灭 迷雾染尽的相状 因此 一心开二门 一是真如心 另一 则是妄念心 生灭心 无名的心 众生与佛 本来无异 众生心 就是佛心 众生本有佛性 与佛 原来无二无别 所以 如来 能惜知 众生心性 但是 众生 被六臣所蒙蔽 生出种种 虚妄心念 往事寂然不动的真心 执着在妄想之中 就无法证悟实相 而佛 不畏夜转 了悟真心 佛之众生为同体 因同体 而起灭度 无量众生的大悲 是以同体大悲 佛眼设一切眼 就是所谓的 一体同观 就是万法归一 更无一观 佛以一眼设五眼 一杀设恒何杀 一世界设多世界 一心设众生心 五眼并不是说 一个人长五个眼睛 来看东西 而是同一个眼睛 就他所能看见的意义来说 有这五种不同的境界 这五眼就是 一 肉眼 世人皆聚 受到种种障碍 而不通达 二 天眼 天人所聚 人中修禅定可得 内外 昼夜皆能得见 仍有礼照 三 慧眼 为二乘圣贤照见平等法界空无相的智慧 但因所知障故 有志无悲 虽胜天眼 由不及法眼能悲至并用 四 法眼 菩萨所聚 为适应机缘 度化众生 照见一切 事出事法 差别相 以及众生新手 前因后果 如唤原起的智慧 五 佛眼 佛陀照见诸法实相 远距前四眼 而超胜四眼者 佛陀和凡夫没有不同 众生和佛平等 如来虽距无眼 却也不舍离众生接距的肉眼 凡夫也能无眼俱备 只是凡夫有所知障 各以己见为事 各有所值 便不能彻见一切 而局促于自己的偏见 华眼经 《普贤三昧品》第三说 如来的心 离诸惨狂心清静 常乐慈悲性欢喜 凡夫的心 源于如来无二致 只要懂得化轻心为舍心 化称心为喜心 化贪心为失心 化杀心为慈心 自然解冤消愁 不再于刀口上甜蜜 谈求世间五欲的滋味 改变外在的环境 不如改变我们内在的心境 就如一池落花 就如一池落花两样心情 有人联系好花飘零 有人却喜欢八果僵首 副大士有一记说 天眼通非爱 肉眼爱非通 法眼为观俗 为眼直远空 佛眼如千日 照一体还童 原名法界内 无处不含荣 佛陀所证悟的法界真如 等同虚空 既无分别心事 则彼此一如 仁我同等 众生皆是其心内之众生 当然皆能习之 无分别心 就好像一念大圆境 物来极硬 了无遮碍 动然明白 对于诸法产生虚妄的分别心 就是住相 金刚经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能不住相 就不为妄境所动 不为妄境所动 则不生不灭 如此清静本然之体 可以显现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心不可得的 无念境界 是不执着 不执着 生命才能往前进 不会像陀螺一样 在原地踏步 我们的心 不住在六成 而且不住内 也不住外 才能来去自由 所以我们要能够 一 不追忆过去 现在的生活若比过去好 通常就不会执着于当年有 白头宫女画当年 人老了 感到自己失去了青春 年迈了 时不我语 才会沉眠在过去 我亦当年如蜀家珍 所以不要追忆过去 二 不贪着现在 现在生活中的欲念胶筑 人我是非 只要斤斤计较 就会患得患虚 一旦开始计较 就不能免除分别型 三 不幻想未来 生命无常 未来还没有到 计划总是赶不上 无常的变化 因为每个当下 都是因缘合合而成 谁也没有办法保证 对未来的预测 如果能不追忆过去 就是修定 不贪着现在 就是持戒 不幻想未来 就是修慧 三心不可得的无念境界 这是对戒定慧的修行 对戒定慧的修行